光速如此之快 光子是靠什么动力瞬间达到光速的呢? 光子无需动力催动 它一出生就是光速 因为光子没有静止质量 也就是其静止质量必须严格为零 现代很多最重要的物理理论 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的 比如库伦定律的平方反比定律 耐克斯为方程族 和电磁场的拉格朗日量等 如果光子静止质量不为零 这些理论都将被推倒 而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 几乎所有现代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理论 就要重建 爱因斯坦根据质量方程和光子能量公式 粗略推导出光子动质量上限 根据这个公式可以计算出 光的动质量上限约为5.74乘以10的负50次方千克 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罗骏 领导科研团队 进行了一个用精密扭称 检验光子静质量的上限的研究 得出新的光子质量上限为10的负48次方千克的成果 这个成果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承认 在过去光子质量上限基础上升了两个数量级 但这些只是对光子动质量的研究 而净质量严格为零的假设 迄今没有人能够证伪 因此光子静质量为零的假设 依然是科学界奉行的禁区和杠杠 光子的出生和死亡 首先我们要记住 光子是电磁波传递的媒介 也可以说电磁波就是光波 因此不需要把光理解为单纯我们人眼可见的光 可见光只是电磁波谱里面一个很窄的频段 波长在380纳米至760纳米之间 频率约在380到750泰赫兹范围 而整个电磁波谱频段还包括无线电波 红外线 紫外线 达玛射线 这些都是光的形式 波长覆盖千米级到皮米级 频率涵盖几个赫兹到数万亿亿赫兹 只不过是肉眼不可见的光而已 光子的产生过程是微观世界的运动 有两种方式 一是正反粒子泯面 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就是产生了光子 二是电子吸收能量后会发生跃迁 从低能态到激发态 为了达到稳定状态 会回到激态 就会发出一个光子 不管是核聚变还是火光灯光 所有的光子都是这样发出来的 这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光 组成了我们充满宇宙的电磁波 那么这些光子会死亡吗 如果说它们消失了就是死亡 这种死亡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看到阳光洒到大地上就不见了 这就是死了 但它们没有真正的死去 而是被吸收转化了 电子吸收光子发生能量跃迁 原来的光子就没有了 但电子为了稳定回到激态 就会释放一个光子 这样新的光子又产生了 光子还会与物质发生能量转化 变成分子的动能 从而产生温度 这也可以理解为 光子被物质吃掉了 转化出能量 光子为什么一出生就具有光速 这是光子的基本特性 它就是这个脾气 任何有质量的物体运动 都需要消耗能量 速度越大 所消耗的能量就需要越大 这些能量夹在物质上 物质就获得了更大的动质量 速度越快 所消耗能量越大 动质量就会越大 因此 凡有质量的物体 运动速度就会受到限制 无法达到光速 一个电子也不例外 这是因为物质运动 受到质速关系的限制 根据公式 我们可以得出 当有静止力量的物体 速度趋近光速时 其动质量会趋于无限大 何为无限 就是整个宇宙的质量 也不是无限的 一个电子达到比宇宙质量 还要大的动能 这就是一个悖论 而光子由于是没有静质量的 因此 其运动速度 无需能量 就能够达到 不受能量大小左右 但能量大小 可以让光子 以波长的频率和形式 反映出来 能量越大 波长越短 频率越高 所以 光子一出生 就是光速 无需动力 和所谓的瞬间加速 当然 光速常量约为 每秒30万千米 是指在真空中的速度 不同介质中 光速是不一样的 如光 在冰中的速度为 2.3乘以10的8次方米每秒 水中的速度为 2.25乘以10的8次方米每秒 酒精中的速度为 2.2乘以10的8次方米每秒 玻璃中的速度为 2.0乘以10的8次方米每秒等 光子运动速度 也可以慢下来 除了上速 在不同介质中 可以让光速变慢 还有一种 让光子运动慢下来的方法 就是 冷冻 一般的冷冻 当然不行 在宇宙空间中 只有不到3K 也就是 -270摄氏度以下 光速依旧保持其精准的长量 也就是 2亿9979万2458米每秒 但科学家们 在实验室制造了比这低很多的温度 已经无限接近绝对零度了 如果科学家们 在国际空间站 制造出 -273.1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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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氏度的温度 距离绝对零度 -273.15摄氏度 只差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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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摄氏度 也就是 1分之1K 在这种特别低温下 物质呈现出的一种特异状态 也就是波色 爱因斯坦 凝聚态 这是爱因斯坦的预言之一 又被证实了 这种物质形态 被称为 除了气态 液态 固态 等离子态 物质的第五态 这种状态下的物质 呈现出超流体和超导性质 电阻神奇消失了 而光 在这种环境中 也似乎被动得走不动了 1999年 南迈物理学家莱纳领导的一个小团队 成功利用超流体 将一束光的速度 降低到17米每秒 到了2001年 它已经能够将一束光 完全冻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